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街头智慧程式交易 我是Jonathan,今天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 去跟大家去讲一个程式交易的 我会用一个足球的角度去分析的 大家可以继续留意 其实有些朋友都会开始用一些EA 开始下载一些程式放进MT4去做一些程式交易 他们都会问 其实他们的想法都是说 阿sir,有没有一些非常赚钱 而风险又很低的EA可以介绍给我 我就不用理他了,自动帮我去赚钱 其实这个想法我当初自己一开始都会有的 但是很现实地告诉大家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相负相成的 有些EA会找到很多很多的回报 但是其实随之而 他都会带到一些很大的风险给大家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概念 就是很多人其实很想在云云大海中 去找一些很好去找入市的EA 但其实有一件事他忽略了 未讲之前先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大家 大家可能都自己有看踢足球 或者自己也有玩 其实问回大家 如果今天踢足球 告诉你们 正是靠前锋 我当是美斯加朗拿道 在对球里面 是否就一定赢呢 其实都未必一定赢 原因是什么 因为其实一对球是需要有前中后三方面的配合 其实EA也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有一些EA我们会这样讲 如果你去一个MQR5的平台里面去看 你会见到EA里面有分 Expert Indicator 或者可能utilities 这些 其实很简单去分析给大家 其实是什么 其实 Expert 顾名思义 主要是帮你去做入市工作 他会找一些机会 然后去帮你在市场上入市 然后去帮你赚钱 除此之外 你会见到有Indicator Indicator 其实他就不是一些入市的EA 他主要去可能用某一些指标 或者技术指标去衡量 究竟现在是不是一个入市的机会 但就算他有入市的机会 他最多都是提提你 就不会帮你自动去入市 而最多人去忽略的地方 就是utilities 这个EA 其实utilities 是什么呢 其实简单点可以当它是一种 辅助式的EA 他未必会帮你去入市 但他会帮你去控制整个策略 或者整个组织 当时的情况 就这么说 可能很空泛 简单讲个例子 有一些EA 其实他不会去帮你入市 但他会帮你控制 就是如果市况 可能你的币币 去到某个水平 跌到某个水平 或者升到某个水平 他就会立即帮你去做止赚 帮你做止损 他会override 你之前用开的入市的EA 就是之前我所说的 就是帮你去入市的EA 你将它合在一起 就可以做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又或者 其实有一些EA 他平时什么都不会做 他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 帮你去检查 究竟 未来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 比如可能是FOMC 或者是耳式的情况 他就会帮你 在之前或者之后 帮你暂停了EA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让EA去控制它入市 这个也是另一种的做法 其实如果你将它 合在一起去看 就好像一队 波里面前中后 它会有三个位置 前锋顾名思义 就是一些专利帮你去入市的EA 它的主要职责 就好像前锋 帮你去入球 帮你去赢这个比赛 但是 其实后面都很重要的 后面的EA 就是专利帮你控制整个仓位 万一有什么风险的时候 它要帮你解围 就好像踢球里面的一个后卫 它帮你去守住这对球 还有帮你有危机的时候 帮你大脚解围 当然也有些中场的EA 中场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帮你控制着节奏 帮你去 有需要的话 帮你协助前锋 亦都如果觉得市况太波动 太敏感的时候 亦都可能会帮手去协防 就是不要让对球的节奏太过急进 令到对户转 可能入不到球 不但还要失球 这个就是前中后三个的做法 你问我现在现今 EA有没有一些 可以把这三个东西合成在一起 坦白说就不多 很多时候 通常作者写一些EA 是真的帮你去入市 它在控制后面的风险管理方面 可能就没有做得那么足 但亦都会有一些 附助式的EA 它未必帮你入市 但是它可以做得很好的风险管理 我们的做法很多时候 就会将这几种EA 将它夹在一个帐户里面 希望可以达至到 真是发挥到一对球 前中后都可以 发挥到它 独有自己的功效的EA 整个帐户就会比较人性化 和在风险管理做得更加好 而我们的职责 或者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 在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都要帮忙控制一下 譬如今天 应该可以大举进攻 可能将前锋的力量较大 控制铁锁 即入市的手数 控制得更大 又或者市况差一点 我们可能将入市的手数 较小一点也不奇怪 例如最近为例 前附近英国有大选 关于英镑类型的市货 是会很刺激的 如果可以控制EA 就不要参与这一类型的市 就可以控制好自己的风险 当然 如何令到前中后 这一类型的EA 如何组合得更加好的方法 其实当中有些细致都可以留意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们 或者接下来我们也会有分享会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过来 去问更多的资讯 今天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可以给like 或者share给你身边的朋友 今天时间到这里 下次见 拜拜 与U-Smart合作活动 股市背持牛三在演 这个名额 已经是接近500个人报名 已经全部爆满了 如果大家错过了 也可以记得 1月15日茶序44 亦都在这个topic里面 讲得更加深入 一边就不再讲熊市股 重锤出击 讲四个烟花股 迎接牛三最后的回归 和全年的股市走势预测 都要跟大家一清一楚都说 和以往不同 我也会加入技术爆边股 希望一完茶序 有机会立即在股市受惠 1月15日准时见大家 说得更快 今年就带了老婆子女 过加拿大住 临走之前 会将我入行13年粗盘的心声 会跟大家讲完 在这个免费分享里面 都会教大家 如何连赚20%的秘密 是一个系统 大家跟着的步骤 跟着每个锦囊 就没问题了 在这个免费推介里面 2020年1月3日会见大家 JASPER的奇汇商品 分享广座和试堂 终于1月6日 第一次将会 改办上网的线上课程 希望全球的粉丝朋友 大家都可以加入 1月6日见大家 陈sir的免费分享会 他今次会用一招MACD牛熊 如何在低风险买卖策略 做出入市的策略 1月9日免费 见大家了 Jonathan的分享会 都受到好评 他的MT4程式交易 最适合不懂programming大家 没有david限制 创造秘道收入 1月14日 教大家如何用MT4 近年底 我们也招聘人才 今次我们会加一个崗位 就是reception-admin的同事 希望你会见到这个呼吁 去到下面的email 传给我们你的资料 希望大家 再用来大家庭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